60岁以后,我建议啊,少去看望自己兄弟姐妹的家,越少越好,新家也一样。 原因是什么呢? 大家好,这里是湖北的武汉,对幸福生活比较重视的朋友,麻烦给这个视频点个赞,点个关注,你的支持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。 好了,我们言归正传啊,我们闯进了一座高耸的塔,有些人可能不了解这种情况,毕竟在这个世界上,除了我们怀孕的父母和孩子啊,最亲的人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了。 兄弟姐妹之间互相的照顾,互相帮忙是很正常的,参与也是为了增进感情。 那么为什么说少去探望呢?多半是因为以下四个原因,大家看完就明白了。 第一个原因啊,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,兄弟姐妹似乎更容易盲目地去与他人攀比,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? 主要是因为啊,每个人的兄弟姐妹都有相同的开始,总的来说,大家都是一个盲目的比较,如果说我们天天见面,有的人呢,看到别人做的比我们做的好,心里就容易不平衡,有时候会吵架,甚至会形同陌路。 所以说还是少去的好。 第二个原因就是如果父母不在了,不如少去探望,如果父母消失了,他们可能会缺少走动的机会。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,大多数兄弟姐妹离心的原因通常是父母。 第三个就是原因,越亲越容易明确提出不合理的要求,反过来越亲越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啊。 每个兄弟姐妹都是一个父母和同胞,换句话来说,两个人的感情远远超过了利益的存在,但是感情太好了也不一定是好事,有时候这样的感情很容易危及到他们的家庭幸福。 下面给大家举个例子,我有个同事叫小李,他爸爸就是他唯一的亲妹啊,妹妹特别交惯了,他没结婚的时候就住在哥哥家,结婚之后他也没有离开啊,他还和别人家住在一起,餐费加水费啊,一分都没有付过,可以说是相当的纠结。 但是我同事的父亲宁愿打骂亲戚,也不愿意一辈子养育亲妹一家啊,没有人能说服他们呢,所以你说自己的人怎么会愿意这样的事情呢? 所以我同事的父亲现在啊,都是名誉扫地的结局。 第四个原因就是60岁以后啊,真的没有时间去拜访谁家,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,比如说大部分老人都需要帮孩子做饭嘛,洗床单,接孩子,人都这么忙啊,谁能照顾谁呢?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,对我们来说,更好的关注是不要相互的打扰,其实大家老了之后和兄弟姐妹保持一定的距离,有时可能不是什么好事啊,毕竟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,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的话,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,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